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由第一证券First Trade 和美股市场学院联合为大家带来的 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权早班车的节目 在我们已经完成了期权初级课 前面三期的内容之后 我们现在是开始了一些新的内容 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公开课的一些内容 也是结合现在当下市场的一个情况 我们加一期期权 美股期权早班车进来 也是为当下的市场 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指引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这次的形式 我们希望是以更多是答疑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当然我这边也会有一些问题 准备好的给大家讲解 同时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参与 到互动当中来 把你平时交易或者说这段时间做期权也好 或任何跟美股相关的一些问题 都可以交到我们这边来 一起来进行一个解答 就是这一个 另外的话同时我们还要再说一下 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些公开课 都已经放到first trade的官方平台上面了 包括我们之前做的几期的期权的初级课 那一二三 三的话应该是马上会放到去上面来 初级课一二三 以及接下来的四五六 四五六还没有进行 对吧 那我们马上也会完成初级课的前面的六七 然后接下来会有中级跟高级的课程 给大家带来 好 那就是前面一个housekeeping的一些东西 另外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今天我们一个主题 还是有一个主题性的 这现在是一个熊市的反弹 还是我们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牛市 或者说现在所谓的新闻头条上面说的 现在仅仅是一个technical bull market 技术性的一个牛市 那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一起来探讨一下 那简单的美股生命 如果说选择自己观看等同于上述的一些条款 也就是风险声明 那本次呢 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班车计划 那还是希望说大家提出更多的问题 一起进行一些互动 那首先的话 这边我觉得我还是先讲一下 我想分享的一些内容吧 然后呢 最后把时间留给大家好不好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首先呢 那我想从啊市场的短期的情绪这边去切入啊 那平时我们看市场的情绪的话 有很多的很好的指标啊 这边 Fair and Gray Index 这个是我非常常用到的一个情绪指标啊 那这边 现在目前是还是在一个极度恐慌的一个位置啊 但我们已经比之前非常非常恐慌 或是更极端的一个数值啊 接近二啊 甚至接近于零的这样的一个数值 是非常的 已经反弹了不少了啊 已经已经有点遥远了啊 那我们看到08年初还有19年初啊 或是18年的 不好意思啊 这不是08年 18年的初跟18年末啊 当时市场 当时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当时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我们看到这个情绪是大幅的波动以及有反弹啊 当时的市场我们看到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起落的啊 当时市场我们看到标普500 在08年的时候啊 18年的时候啊 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一个拉升啊 然后突然的一个急跌啊 突然一个急跌 那也是接近从3000点吧 2900啊 一下子跌落下来 对吧 然后我们看到从 18年的后半期啊 我们慢慢的爬升回来之后 然后呢 后面又进行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回调 那这个回调的话呢 很明显是比这个回调还要更深的 对吧 比这个回调还前面这个回调更大的 那我们看到情绪方面也是几经周折 最后呢 才达到了一个比较啊 稳定的一个情绪开始回暖的啊 那我们看08年初的这个情绪 其实来回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那我们看到008年末 18年末啊 老师说从 老师老师说到这个熊市08年啊 金融危机啊 18年这里 情绪是几经周折之后啊 才慢慢上来 那我觉得我们这边呢 至少啊 从这个幅度上来说 从这个涨跌幅度来说的话啊 那18年如果说是babystep 或者是排 这个说是一啊 这个是二啊 这一段是三 那明显这一段三啊 是比前面的二跟一还要更猛烈一些的 对吧 还要更猛烈一些的 那当中呢 无论这边接下来短期内或者是更长期 有没有新高啊 那我觉得市场在经历过像这样的回调之后 而且是每一次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啊 回调 总会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的啊 要不就像这样三角形的进行一个来回的拉扯盘整 对吧 那可能这个时间会很漫长 几个月的时间啊 要么呢就是我们可能这边稳定了第一腿之后 对吧 我们可能还会有第二腿的下跌啊 所以我觉得前面两种可能性啊 在18年这里摆在给我们看 非常明确的啊 告诉我们这里市场有多种的可能性 但是不要期望的说短期我们这边能回到新高 至少在未来可见的几个月内啊 我觉得市场这边可能会走一个这样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盘整 或者说我们甚至还会有接下来还会有一腿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啊 那我觉得这个取决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啊 以及接下来以全球疫情啊 不就光是美国了啊 全球疫情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和情绪所带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 那目前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只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的第一轮反攻反弹 那接下来可能会有来回几个回合的情绪上的拉扯 投资者情绪上的拉扯啊 那现在我们还是在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负面情绪下 那市场是否有一些好的地方 有些闪光点呢 那说不定这边我们也可以啊 能够带动这个市场啊 能够带动这个市场啊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吧 接下来往下看 那我觉得接下来还有很重要就是看看各大品种一栏啊 各大品种一栏以及各大交易板块 次分板块一些内部指标啊 那这些也是我经常给大家介绍的 这边我们也是例行的看一下啊 例行的看一下 好那再回到来这边我们看一下现在市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内部指标 可能平时我讲解比较多啊 呃 但是没有详细的去细细追到啊 这个是叫 high beta值的ETM啊 high beta值的ETM啊 那这个这个美股啊 可以大概分为两类股票啊 大概分为两类股票 一个是high beta值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成长科技类的股票 另一个是low volatility的股票 对吧 就所谓是价值股啊 那无非怎么样 任何所有的股票都可以分为这两类 归为这两类啊 高成长值的股票 那可能相当于说是一些科技股啊 半导体啊 英伟达AMD这种算是什么 高这种高贝塔值的波动值比较大的啊 起伏比较大的大落大起大落的啊 然后可能这边会有比较大的波动值 或者说成长性的动能比较强的 另外就是这种可能比较无聊的 对吧 价值股low volatility的一些股票啊 呃 可能总体来说 它的这个波动值啊 贝塔比标普500要低一点点啊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贝塔值可能是倾向于1跟标普500一样 或者说贝塔值比标普500要小啊 那我觉得市场如果说要有一个向上的动能的话 必须是由成长股带动的啊 必须是由成长股带动的 我们看到每一次市场的新高啊 其实都伴随着成长股指数的高点啊 那市场的触底其实也要伴随着成长股这边的触底啊 那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的我们已经是完完全全成长股的这个指数啊 已经是跌穿了18年19年初的这个低点啊 那现在呢再往下看的话 我们现在目前是在16年前后的啊 这边做了一个头肩底的这个低点这里是暂时守住了啊 那不排除这里我们接下来会有再往16年低点去探的这样的可能性 如果接下来还有一腿往这里去探的话啊 那我觉得市场美股也将会去探望2000点啊 也将会去探望2000点 所以这个成长成长的这个high beta值的这个ETF也是我个人比较注重啊 这个强烈建议大家去参考的一个一个指数啊 同时你也可以换成daily chart对吧 换成daily chart也可以看到目前daily chart也不是非常好看啊 也不是非常好看 那这个在starch.com 或者说在任何一个网站啊 输入这个SPHB就有这样的一个指数的信号 这个数据出来了 另外也可以用这个SPLV SPLV这个是叫low volatility low volatility low volatility的话 这边我这个图啊 还是把这里改一下 上面改一下就可以了 low volatility 不好意思 这里 low volatility就是价值的对吧 我刚刚说的价值的ETF 你看low volatility的现在其实low volatility的很明显是相对较强的啊 因为市场抛弃了成长股对吧 然后似乎对价值股特别感兴趣 而且我们看到价值股在这一步上涨当中是非常的稳定的啊 非常稳定的 那我们看现在也是市场啊 系统性的风险也是一起跌下来了啊 但明显我们看到我们确实这边是比较强的 目前暂时来说在18年19年低点稳定住了啊 所以现在市场来说我们看到价值股相对较强一些啊 但如果市场要回归牛市或者说要继续的反弹的话 我们需要看到两边的强势啊 我们现在只看到一边啊 价值股相对稳定一些啊 那也就是可能现在很多股票回归价值 或有些有价值的股票跌的比较少 相对较少一些啊 那我们这边也需要价值股触底啊 需要价值股触底 或价值股更好的稳定住市场啊 更好的稳定住市场啊 因为市场我刚刚说了 主要还是分为两类股票啊 所以这两类股票达到一个共振 是吧 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那自然而然市场就会走强 或者走出一个比较呃 这个方向性趋势性比较强的 这样的一个行情了啊 那就是这一个 另外的话从这个国债的利率差啊 这个10 year and 2 year的这个 treasury yield spread 来看之前我们一直在说的 倒挂倒挂啊 其实就是这个长期国债 跟短期国债10年跟2年的 国债利率差啊 那倒挂的话 其实我们很早就出现 这样的一个倒挂的信号了 早在可能早在一年前 是18年的时候啊 当时就出现这个倒挂的现象 现象了 然后预测的说经济 可能在未来的6个月12个月 可能会出现下滑衰退 是吧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疫情的激发下啊 本来可能已经千千仓百孔的经济 或者说即将要下滑的经济啊 终于是爆发了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突发性的 事件影响啊 但就算没有疫情的话 我觉得这个经济也是在走下坡路的啊 只是什么时候爆发而已 或因为什么事件爆发而已啊 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利率差 其实又回归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位置了 那是否预计的说接下来的未来6个月 或12个月经济可能会恢复呢 我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啊 但这个指标 由于它太超前 或者说太不具有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参考意义的话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看一看就好了 大家就看看好了 不需要太过于执着于这个指标啊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些市场那些内部指标 那些指标可能更加的有效的告诉大家市场现在 目前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从纽交所的上涨跟下跌的股票数量啊 就是每天我们看到下跌的股票数量 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啊 那近上涨的股票数量 其实好像有一点这样的一个上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而且同时我们看到不断的创新高 或创新低的股票数量啊 不断创新高的股票数量是零对吧 我们看到好几天都是零了 但是不断创新低的股票数量是越也是 急剧的减少 所以这边很多股票低点就已经出来了 对吧 所以我们看这个数字连续几天都是零 为什么 因为没有股票在不断的创新高 也没有股票在不断的创新低 市场进入一个rangebound 对吧 rangebound 那这也是一个市场可能潜在转折 需要出现的一个阶段 另外我们看到纽交所的McClean Oswald 也是一个比较超前的这样的一个前瞻的指标 我们看到也是来到了一个 反弹来到了一个高位 这边做了一个双底 或跌不动了之后来起来了 这个指标一会我们会重点讲一下 然后sementation index 这边也是才刚刚挑头 在23号我们看到美股开始大力反弹的时候 才挑头出现 另外我们看到这些up volume跟down volume 这些数值可能不太好参考 我就不讲了 另外50天均线以上的股票数量 我们看到是非常小 非常小 即使说美股出现了一个大的反弹 我们看到 暂回到50天均线以上的股票 标普500 502只股票里面 暂回到50天均线以上的股票 少之又少 而且包括200天均线以上的股票也是少之又少 纳斯达克这边可能稍微 还是有点起色的 可能从原来接近百分之零 对吧 回到百分之十 那我们看到很多股票反弹 连50天均线200天均线都没有到 那这边其实说明了市场之短期之雄 说明市场短期跌穿了很多均线 即使是有这么大的反弹也拉不回来 到50天均线跟20天均线的200天均线的位置 那现在可能更多是在短期的均线 比如说8天均线20天均线这个位置 可能有更多的股票 现在是占到8天均线或20天均线了 但从更长远的50天均线跟200天均线来看 那我们现在确实是在一个很熊的一个市场 很熊的一个市场 而且是一个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熊市 何谓系统性的熊市呢 一会我再详细讲解一下 另外我们再看下面这边还有这个 这个从期权链上来说对吧 从期权链上来说目前 Total pull and call ratio 就是期权链上所有的看涨看跌的期权 pull这边明显是没有3月初这么多了 但也是不断的在走高 看跌的期权也是不断走高 然后看跌个股的期权 这边从3月10 16号左右触顶之后 我们看到也是迅速的回落 现在可能大家更多转为什么 看涨个股 那这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It's not a good sign 整体市场我们看到看跌的期权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呢指数期权 也是标普500 这些指数期权看跌的人也是偏多一点点 这个数值在1以上 那来到1.5或1.5以上接近2 这可能是比较极端的数值 这种数值是很难维持的 市场可能会有一个物极必反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我们看到也是反到一个最近的一个中值位置了 那现在回归到一个中立的位置 这里指数上面的看跌看涨情况并没有太极端 但是个股的看涨看跌的情况 我觉得从原来的1.2迅速的回到0.7或0.6 这个地方我感觉看涨个股的这个期权链 可能有点过于的乐观了 所以这不是一个好事 这不是一个好事 说明可能经济还会有一些回调修整 那极端的情况下会有极端的行情 那看这个期权链上的一些看涨看跌的情况 更多可能就是看看有没有物极必反 或者看一下市场当下的这个情绪是在什么位置的 那我觉得市场当下情绪可能还是在一个比较中立偏向上的 可能看股看涨个个股偏多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但同时可能也做好了很多的对吧 指数对冲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要我们看VIX指数依然在50以上 那在50以上说明这个市场依然还是一个非常恐慌 或是波动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这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 因为在50以上的市场就是不稳定的市场 极其不稳定的市场 那在30以上的话这个市场就已经像是猴市一样 对吧 上下大起落或甚至有大跌 对吧 我们看已经维持在30以上长达一个月之久了 那这一个月市场其实都不太稳定 那VIX迅速的冲高又回落 那现在只要VIX维持在50以上 甚至维持在30以上 那我觉得这个市场就不是一个太平的一个市场 不是一个太平的市场 另外短期VIX跟中期VIX我们看来是不断的趋向于这个这个瓶颈 也就是短期跟中期的VIX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风险啊 依然是很强的 然后中小盘比标普吧还要还要表现更差一些 但我们看最近中小盘似乎有相对强势的表现 可选消费跟必需品消费这也是说明市场现在的情绪 也是慢慢的有转折 对吧 那可选消费这个是可以选择去消费的 说明市场的情绪可能更积极 必需品消费这是没办法的 疫情当下对吧 必需品消费可能是更为大家所谓作为防御 或者作为这个必需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啊 所以XLP相对稳定对吧 XLY可能相对波动会大一点 由着市场的情绪而百变 我们看到市场最近情绪风险喜好是有所加强 包括最近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刚刚我提到的high beta值的股票跟low volatility的股票的比值 我们看到也有反弹对吧 那这个并没有很强 并没有很强 仅仅是短期跌太多 然后一个反弹 短期跌多多一个反弹 那么看外围市场的话 欧元区这边似乎也比美国要强一点点 新市场比美国强 但是后面有回来了对吧 也回来了 所以基本上跟美股差不多 国债这边 也是最近也是很强的 美股虽然说有大幅的反弹 但是我们看到相对于国债来说 这个比例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Test spread 这里这个不断的走强啊 说明这个违约的风险在不断的增加 违约的风险在不断的增加 这个是cheaury UR and USD spread 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 Test spread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其实预示着说 这个违约的风险啊 是有在上升的 那我们看到这边 这个很多人失业 对吧企业很多遣散员工啊 包括很多企业有大量的这种债券 现在被下降评级啊 甚至有很多这个已经是评级 从B到C到C到Junk 对吧到这个垃圾债券啊 那很多违约的风险 当然政府这边违约的风险 我们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啊 但是我觉得现在企业债上的风险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那如果企业出现更多问题的话 我们先首先看到影响个人更多啊 这个疫情影响个人到个人到集体 对吧到社区 然后到公司企业债啊 最后到整个国家啊 全面的这样那个影响 那这边似乎让我们看到了 对吧08年啊 金融危机 或者说系统性熊市的这样一个感觉啊 另外还有一个系统性熊市比较明确的信号 就是当各大交易品种都在下跌啊 包括黄金对吧 包括黄金 那我们看到为什么三月初的时候 大盘在跌的时候 对吧 在跌第二腿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跌了一腿之后 开始第二腿下跌的时候啊 为什么黄金这边触顶下跌呢 因为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系统性形式 系统性的熊市的一个信号啊 系统性熊市的一个信号 但从这一点 只要黄金接下来不去创新高啊 不去创新高 那我觉得系统性熊市会继续 那系统性熊市这是一个关于流动性的一个问题啊 关于流动性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所有资产 现金为王啊 所有资产都不会安全 包括黄金啊 所有的机构啊 华尔街这边追求的就是什么现金 liquidity 需要大量的现金 那当然美联储现在是有 不好意思啊 美联储现在是有缓和 这样的一个钱荒啊 或者是这个流动性的一个问题啊 我们看到最近黄金是起来了 但并不代表啊 这个系统性熊市就此结束 黄金又来到一个阻力位置 如果继续再往下走啊 你将会确认我这个系统性熊市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对吧 确认我这样系统性熊市的看法 目前我们看到基本上所有的品种啊 都在跌 对吧 都在跌原油天然气 包括国债啊 国债在这个美股在跌第二腿的时候啊 对吧 你看美股在跌第二腿的时候啊 国债这边也在跌啊 那第一腿的话可能觉得说哎 这边还有一些避险的情绪 我们看到黄金啊 国债跟着上来了 但我们看到后面对吧 全部都在跌啊 所以第二腿这个下跌啊 其实已经确立了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熊市当中啊 那短期的反弹 只能把它当作是熊市当中的反弹了啊 只能把它当作熊市当中的反弹了 但熊市当中的反弹 当然也是非常凶猛的啊 也是非常凶猛的 而且不容忽视的啊 不容忽视的啊 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恐慌指数 VIX占到了波动指数占到20年均线 还有这个中期的恐慌指数也是提前的碰到20年均线开始走平了啊 那背后资金流这边其实开始回暖日元 这边也有一个回暖的迹象 那大盘可能在三月中下旬的反弹啊 感觉这边似乎有点要终结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啊 似乎有点终结的这样意思了 那我们还得继续往下看啊 看这边这个日元是否突破 或者说恐慌指数是否再次向上冲高 如果再次向上冲高的话 我觉得市场这边可能啊短期的反弹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会开启一轮新的下跌啊 又会开启一轮新的下跌 那目前从标普500跟QQQ 还有中小盘到指的这个资金流来看的话 目前看来好像还是比较乐观的啊 呃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后续的维持了对吧 这边似乎有一些挑头的这样的一个技巧 而且我们在下跌过程当中 我们看是出现很强的一个底背离啊 那这个底背离是否能够延续能够继续反弹 我们看到20年均线对吧 现在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阻力 比再往上的就是50天均线啊 再往上就是50天均线啊 所以大凡是否还有机会再反弹 或者说蹲下来啊 再反弹一波啊 那我觉得这边是接下来需要继续观察的啊 需要继续观察的 包括美元啊 我们看到走强啊 然后现在的回落 那接下来美元的趋势啊 如果继续美元走强的话 说明市场对美元对现金的需求 依然还是很大的啊 那这边其实也是确认了 我刚刚对黄金看跌 或者系统性熊市所有品种 要跌的这样的一个啊 这个这个这样的一个预判啊 我们看各大交易板块 能够交易板块 其实也是难 也是难以幸免啊 这样系统性熊市下 我们看很多都是反弹到20年均线 20年均线比较强的啊 战上20年均线的我们看到 healthcare啊 战上20年均线 半导体 还有生化制药指数 其他我们看都是20年均线 这一受阻 很经典的一个反弹啊 回归到均线 20年均线背后资金流背离 然后出现这样的一个翻率 翻证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 那看这边能不能延续了 对吧 看这边能不能延续了 如果大盘这边回踩一下啊 我觉得并不是不可以的 然后能不能再有一腿 或者说直接往下跌啊 那就是接下来可能我们需要观察到的啊 需要去观察的啊 另外还有就是一些次分的一些板块啊 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性免的啊 没有一个性免的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20年均线 或是不到20年均线 现在20年均线受阻的下来也有 包括农产品啊 大宗商品农产品也是一样的啊 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 所有东西都会都会都会受到影响啊 另外我们看 在这种疫情当下啊 或系统性熊市当下的情况下 目前还有不少的股票还是比较强的啊 那所谓跟疫情相关的股票 Amazon对吧 大家的家里 Amazon这个直接快递过来啊 这个还是相对较强一点点的 Netflix大家在家 比如上班或者家上班 更多时间去看Netflix 或者说没事干啊 就看Netflix啊 然后这些微软 大家上班 微软家的云服务啊 也是好像最近服务期很慢 对吧 甚至有些地方还是好像爆了啊 可能大家上班 用到微软的云服务非常的多啊 所以这些云服务相关的也是可能跟疫情相关的一些股票啊 我们看中盖也是相对较强 阿里巴巴百度 还有一些半导体类的也是相对较强啊 那总体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不变 对吧 20年均线附近的一个 之争 20年附近 这一个之争啊 我们看有些股票 这个50年均线是走平的 而且现在站在50年均线的 Amazon Netflix 那这两个肯定是强势当中需要关注的 包括像这个 Microsoft 还有Tesla Tesla 当然现在这个20年均线还没过啊 但50年均线是平的啊 50年均线是平的 那也是因为可能之前涨太多了啊 那50年均线 在这么这样一个大跌之下 50年均线才慢慢的掰平 对吧 我们看到微软这些可能可以注意一下 对吧 这几个大的公司啊 那如果市场要出现下一步的 这种行情啊 那这几个股票可能会是很好的 给我们一个Q啊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指引啊 另外Maclean Osled 这也是我想重点讲的 我个人是比较参照这个指标参照的比较多啊 就是把它当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指标 就是当这个指标啊 来到波罗局面下沿的时候啊 那可能往往市场会有一个反弹啊 或者说如果不是重大的反转的话啊 会有一个小反弹 那我们看这个指标结合下面我们看到的上涨 跟纽交所的上涨量跟总量的比值啊 这个NYADV就是上涨的量 纽交所是现在这个股票股票数量啊 上市股票数量最大的一个交易所 那它上面的数据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参考意义 上涨的股票的上涨的这个成交量也就是说 当股票比方说它从苹果涨了一块钱啊 当中啊这个涨每涨一分或每涨一个tick对吧 这个量跟每涨一个tick的这个量的总值就是total的量 那total的量跟上涨的量比值 其实这边可以当作是一个买盘指数 因为上涨涨的话说明是有买盘 买盘指数我们看到来到一个低位啊 当时来到这个19年的低位啊 19年初18年年底的当时的低位 然后反弹反弹之后呢 来到了一个近几年的一个高位啊 现在已经来到接近近几年的高位了 是否短期的这个买盘有点耗尽了呢 这边打个问号那短期的卖盘 或者是短期的买盘枯竭到了一个极限 出现了一个反转结合 麦克林奥斯里的出现了一个双底 对吧也是波林区边外延 那现在迅速的反弹来到波林区边上延 那像这种大跌之后的反弹啊 我们看这边好多次是吧 基本上这个反弹之后马上就会 去波林区边上延的啊 物极必反嘛 从下延到上延下延到上延很快啊 你看看之后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对应下来看一下啊 也是对应的是买盘指数的飙升 买盘指数的飙升 然后对应的市场是怎么样的 市场这边是出现了一波上涨回踩 然后后面又不断去创新高了 那这边也是一样回踩 然后不断创新高回踩 这里可能再跌了一跌 对吧 然后后面还是去新高啊 然后这边回踩 跌了一跌 反弹了 然后又盘整了一下 后面去创新高啊 这里也是 对吧 这一大波的上涨 这里也是一大波的上涨啊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之前都是在一个 大牛市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啊 那现在我们是否 还具有这样的能力啊 我们的系统性的熊市下 是否还具有这样的能力 就像之前这样子 只要跌出来之后啊 我们看迅速的大反弹 大反弹之后稍微修整一下 接下来还会有反弹 或还会有后续的高点 那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 有这样的一个啊 情况出现啊 或者说这边波论啊 这个麦克林奥斯里这边继续盘整 或买盘指数继续的高位啊 然后这边可能回落一下 对吧 以零线作为支撑啊 可能接下来还会有一波下跌 或者说这边守住之后啊 还能有再有一腿的强势向上 那我觉得这个是 也是我们需要继续在观察的啊 也需要继续在观察的 那麦克林奥斯里的在这个 纳斯达克交易所上也是一样的啊 也是一样 目前这个两个读读数是一样的啊 这也是一样的啊 那平时我看的这些指标 可能就是会每周看一次这些指标啊 那看完之后呢 会给我这个对市场现在当下的一个情况 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啊 非常好的这样的指引 当然这周呢 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事件啊 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事件 所以这边一会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 那些事件也会影响这个市场的啊 那包括本周有很多这个非农的数字 就业的数字啊 就业的数字 那这个数字我觉得市场可能有一定的预估了啊 有一定预估了 我们看这边啊 上一周这个就业数字啊 prior的initial claim啊 失业金的这个领取啊 首次失业金的领取啊 上一周是300多万 这个数字是很很可能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啊 我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个数字啊 那一般可能都是几万或者说是撑死了可能 这个10万20万最多最多了啊 那你看这个数字 很夸张的一个数字啊 initial claim initial claim 然后现在呢 可能预计initial claim 第一周失业的人会比较多 这个刚开始这个三月初 中下旬中旬的时候啊 三月中旬的时候啊 可能这个失业金领取会比较多 那这边市场预计啊 好像会稍微好一点点啊 那这个是周四的数据 这个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吧 这个直接影响到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的情况啊 那包括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里 有一个数字是这个mortgage application mortgage application好像是比预期 比这个预期是要跌了20多个percent吧 好像之前是20 之前好像是29.4个percent 那这个数字好像怎么 这个数字是不是已经更新了 好像是比好像是好一点点啊 然后这边啊 employment change也没有很差啊 上前一个月好像是有这个 这个是17万9的新增 然后呢 这个月其实预计是有 负的17万 接近负17万的这样的一个减少啊 就业adp的 这可能更多是private sector啊 是私人的公司 没有包括全这个全美的 呃 然后呢 就不是说涵盖全美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了 我们看实际上的话 才负到27k啊 那这个数字还是不错的啊 说明可能就业情况 比我们想的要好一点点 那这个数字是否有作假 我也不知道啊 但这个数字单从这个情况来看 这边其实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差啊 另外10点中还有一些经济的数字 包括这个manufacturing index 我相信manufacturing index 在GM啊整个底特律的停工的情况下啊 这个数字可能应该是也是肯定至少是50以下了 对吧 40左右吧 40左右啊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像中国当时的这个数字这样子 中国当时这个50以上对吧 是一个扩张啊 PMI的数字 PMI的数字 或者说这种 SMI 这个ISM ISM 这种数字 50以上属于扩张 经济在扩张 50以下 属于经济是什么 进入recession 或经济这边是衰退的啊 呃 那中国在疫情过程当中 其实当时数字好像出现过3040的数字 对吧 那我们看到这几天的这个PMI 中国的这个最新的一些PMI数据出来回归到50以上了啊 那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啊 看到一些希望 看到了一些疫情如果控制住之后啊 呃 国家这个经济恢复可能会比较快啊 甚至全球的经济可能会有一个回暖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周期啊 呃 回暖之后再看怎么样啊 当然那个疫情目前我们看到北美还是 远远没有到拐点的感觉啊 还是远远没有到拐点的感觉啊 所以接下经济数字也是很重要啊 那我觉得市场可能有点过于 悲观啊 这边是我对市场的一些担忧啊 我觉得短期市场可能过于的悲观 对这些经济数字啊 所以我们看周三目前来看 这个数字看上去啊 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周四 看看怎么样 周四这里有好多的 啊 经济数字 八点半 这两个是首次领取失业金的 和继续领取失业金的 继续领取的人 我相信也会很多啊 但是首次领取的人会是否会更多 或是比预期要好一点点呢 那这可能就业情况没那么差啊 那是否美股也会有一些积极的反应呢 啊 我们到时候也会观察一下 另外周五最重要的 对吧 八点半 non-farm payroll 非农就业数据 non-farm private payroll 这个是更加的官方 而且更加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然后我们看到二月份的就业增长 还是增长的 而且我们是连续十年啊 十年 十年 这里是什么概念 120个月啊 就业是增长的 也是有non-farm payroll的增长啊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将会出现第一个月的负增长啊 甚至接下来好几个月 可能这个这个增长都是负增长啊 都是减少啊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经济数字 也是跟这个payroll相关的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 这周还是要看就业情况啊 那我相信市场其实已经有一个想法了 对吧 包括很多同学 估计也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看法了 就是对现在的经济情况 可能已经觉得说 哎 可能最糟的时候是否已经过去了 对吧 市场已经price in 了最高的情况 接下来会是否有反弹啊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这还是目前在我看来 还是仅仅是一个熊市的反弹而已啊 熊市的反弹过后可能又是 更凶猛的一轮的下跌啊 可能又是更凶猛的下跌 那我觉得接下来周四周五两天啊 经济数字将会决定我们是否反弹 继续 然后呢还是直接下跌啊 那这边点位方面的话 我也想给大家一定的参考吧 我觉得这边标普500啊 我们是有理由 有可能会有再有一腿的反弹啊 然后我们再往下跌 跌到我当时给大家的一个位置 对吧 我觉得2000点到1800这个位置是不错的一个熊市 可能这边潜在终结的位置 也是从高位下来接近50%的位置 对吧 40%到50的位置啊 那我们看08年跟00年 当时市场都回调了接近50%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幅度跟08年00年是一样的话啊 或类似的话啊 熊市的回调不仅仅是局限于30% 那我们看30%很快就到了 从高位下来两个月时间很快就到了 甚至这边冲了一下又下来 对吧 两个月时间很快到了 那这边是否能够再往下一层 或是反弹之后再往下一层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啊 大家还是要非常异常的小心的啊 异常小心的 更多可能我觉得适合拿现金 对吧 多拿现金 或用期权 那这种高级的武器啊 可以控制好风险 把控好风险进行更好的这样的一些投机套利啊 可能会是更好 那就是说更长远的投资的话 我觉得可能要等到市场较为稳定之后啊 或是跌出更多机会之后 那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 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公开课 好吧 那今天我想讲的内容大概这么多啊 希望留给更多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些答疑啊 那边其实有很多同学问关于一些期权的问题 我们之前做过几期的期权公开课 很多同学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啊 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好不好 那这边之前有同学问到说这个关于delta的规律 从价内到价外逐渐的变小 为什么IV每一个stripe price都不一样 交delta的规律确实是啊 delta的规律是从价内到价外逐渐的变小 价外的期权delta会越来越小 但价外的期权同时也便宜啊 价外的期权同时也便宜 那我举个例子吧 举个例子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期权链上来看才行啊 这边我看能不能调出一个 期权链 不好意思啊 first trade first trade啊 好 那我要登录一下啊 登录之后呢 来到期权链这里 交易期权 期权链 我们随便选一个啊 这也是我们第二节课讲到的内容啊 那这里我们把这个希腊字母给加进来啊 那你可以苹果随便选一个月份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delta 随着它从价内到价外啊 我现在是246 对吧 价内的话245以内是属于是价内期权 价内期权 delta更高对吧 价外的这个delta更低啊 这个是没问题的对吧 这个大家这个是应该没问题的 每个iv也是不一样的啊 因为它隐含的波动率也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iv的不一样导致它的定价不一样 对这也是我们上节课讲到的内容啊 delta 付的 2.4 它的意思就是说 手中期权3块钱 明天股价不变 什么都不变的话 对 理论上是这样子的 理论上是这样子的 delta它是时间价值的减少啊 也就是随着一天的过去 这个时间价值的减少啊 时间价值的减少啊 这个我觉得delta 这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数据啊 理论上的一个数据 因为期权的价格 就是这个期权的价格啊 它不仅仅是受delta影响 它也受伽玛影响 也through也受vieta 也受vega影响 同时也受iv影响 同时更受市场的波动影响啊 所以这个数字啊 我觉得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因为这个数字 你最后算进去之后 看这个期权价值的时候 你不一定刚刚好 就是算的这么准 就是刚好是 比方说过了一天之后啊 这个期权价格 原来是一块钱的 这边delta可能是现在是0.49 那就可能减五毛钱 对吧减五毛钱 那第二天之后这个期权 只剩下五毛钱 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就没有这么简单啊 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期权的价格 有受太多太多因素影响了 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多种变量综合去考虑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能不能解答到您的这个问题啊 另外老师好 为什么是截止昨天为止 YouTube还没看到上周的初级视频3 那这也要理解一下 大家first trade员工的这个辛苦啊 也是在疫情当中 他们也是不能去这个办公室上班啊 可能工作方面啊 有些这个后面这个进程是会有些耽误到啊 但是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美股实战学院的官方平台 对吧 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视频啊 美股实战学院 我们这个上周的视频也是路径来了 放在这里来了 第三讲啊 期权基础策略 以及操作教学啊 前面的几期都有 包括跟first trade之前做的所有的公开讲座 在我们的官网都有啊 在我们的官网都有 在我们的官网平台都有啊 KO是否还能继续持有 那KO这个属于是一个比较 防御性比较强的股票了 同时也是巴菲特持有的股票啊 那当然你的资金如果跟 或是耐心跟巴菲特一样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继续持有 要不然的话我觉得还是考虑一下啊 这边这个股票接下来是否还会有更深的这样的回调 我觉得抄大底的时候还没到 我觉得抄大底的时候还没到 当然你资金比较大 或者说你的这个时间线拉的比较长 你可以分批的去进行啊 你可以分好多批对吧 三批五批的去进行慢慢的来也可以啊 但是如果说你要真的是啊 等待最佳的机会的话 我觉得最佳的机会似乎还没到啊 当然这个在3月18号 3月23号 当时这一个底部啊 其实当时的这个底部 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短期的反弹的一个机会的啊 Zoom的估值有点贵 所以Zoom呢 虽然说作为疫情股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我们一直用Zoom 对吧 first trade这几年的公开课其实也是跟我一样的 我推荐他们用Zoom 现在也是用Zoom 很多人都在用Zoom啊 尤其在疫情过程当中上班的 对吧 协作啊 或者像我们这种公开讲座 教育类的这种项目 也是喜欢用Zoom啊 确实好东西对吧 确实是好东西 而且一旦用了上瘾就换不了别的啊 换不了别的啊 但是他们这个价格还不涨 还不跌 对吧 还不断的涨啊 各种各样的费用 然后你要如果加一些什么服务的话 要多加点费用 这个还是很好的一个公司 是sugition based这样的一个公司啊 但我觉得估值是有点高 如果有个较好的回调的话啊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个Zoom 如果说抄底一下就挺好的 那如果说这个现在啊 要做这个Zoom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有点难度啊 我个人是比较难下手 这样的股票啊 那今天没有讲期权的这个基础的内容啊 我们更多是讲一下集体的一些 大家的一些可能最近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 以及答疑啊 Galier Science 这也是很好的公司啊 我觉得可能需要点时间去拿吧 但是我觉得等它的这个疫苗 研制出来的时候 估计这个疫情可能已经过去了啊 所以可能就还是当做是一个短期炒作的 一只股票为主啊 我并不觉得它能涨到哪去啊 我并不觉得它能大涨 或者说给你带来财富自由 不会的啊 可能更多就是稳稳的一个小的回报 或者说甚至可能跌也跌不动的这样的股票啊 Actual Short DOT30这个ETF是看跌倒指的 看跌倒指的啊 那这个ETF是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两三倍的一个杠杆的ETF吧 就感觉这个 ETF好像是杠杆性很强啊 应该是杠杆的一个ETF啊 瞬间的啪啪啪跌下来了 两倍杠杆是三倍杠杆的ETF啊 这种杠杆ETF是要小心的啊 当然两倍的杠杆ETF我觉得稍微的安全一点 但如果像TQQQ这种三倍的杠杆 当然我觉得纳斯达克如果瞬间要跌个30% 这是有点难啊 理论上来说这些ETF如果瞬间当天跌33% 就是像它对应的1倍的这个品种啊 如果瞬间跌33%作为三倍杠杆的话 那它直接歪爆就归零了是吧 像这种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所以三倍的杠杆ETF 我个人是不太推荐啊 公开场合下我是不推荐的 当然你个别情况下可以交易啊 这种公开课我也是不推荐的 两倍的一些相对安全一点点 但也是不推荐啊 有期权为什么不做期权呢 SPY的选择权 SPY的put或是call当然可能比较贵 现在IV情况下比较高的情况下 可能会比较贵 但是呢啊 我觉得它能很好的控制好 现在当下的市场的一个风险 同时你也可以选择用spread对吧 call spread pull spread 这种高级的策略去做 也是很容易的啊 也是很容易的啊 那比方说SPY这边有很多策略 包括我们这上面三节课讲到的一些东西啊 大概就回看一下我们上面三节课讲到的一些内容 可能我这个页面开太久 是否需要重新登录一下 应该是要重新登录一下了 ETF的话可能相对灵活一些 但是你的风险不太好控制 尤其是杠杆ETF可能要特别小心啊 分岁是不是直接能够提交跨市权 可以可以直接提交strangle的单 直接在这里应该就是可以了 期权 交易 下单的 时候 或者期权即刻这里吧 直接就可以选择 strangle 这个是叫sharp move long strangle 或者long strangle 啊 完了之后交易 然后检视一下你的仓位 这个预览一下订单 检视一下订单 然后就可以提交了啊 那SPY的话 这里有很多 如果说你看涨看跌 有很多策略 对吧 很多spread的策略 这个可能是我们下节课会讲到的一些内容啊 下节课会讲到的一些内容 如何在optionplay里面看到自己下单后的盈亏 这个我不确定啊 应该是能够在自己的期权的这个交易界面 应该是能看到你订单啊 现在持有的订单情况以及账这个持有的证券情况啊 这个应该是可以看到的 原油原油这个东西很复杂了 这个昨天我专门是在我们学院的内部直播视频里面 进行一个原油的视频的一个详解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原油的话极限的话可以到17块钱啊 可能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潜在一个极限的一个位置吧 短期 然后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个反弹 但反弹之后可能还是还是要看这个伊朗 这个伊朗 不是伊朗啊 应该是沙特美国还有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比较微妙现在啊 俄罗斯的这个好像有个投票4月22号啊 可能马上也到了 是还有这个20多天吧 三周时间不到啊 好像是这个普京总统 终身连任制的这样的一个投票 那应该也是走过场了啊 那4月22号之后啊 不知道会不会原油可能才会有大的动静 而且美国跟俄罗斯好像最近川普跟普京也是有这个打电话啊 但是好像没有特别的一些什么东西出来啊 有没有建议在哪个时机入场比较好 根据VIX来判断 当然是 我觉得大盘如果说你要抄底的话啊 你可以看08年是怎么样 08年的VIX 我们看先是出现了两个月的上涨 对吧 那像现在这样子两个月的上涨 然后后面冲了两个月 冲两个月啊 如果08年的像08年的VIX这样 如果在晚上冲两个月冲不过去 那大盘可能就会慢慢的 底部出来了啊 底部出来 那现在我们看看08年当时VIX在 10月份就创了一个最高点啊 但是大盘在过了三个月之后才出现了低点 我们看10月份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对吧 10月大概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跌出了一个什么低点啊 这个VIX跌出了一个这个VIX啊 大盘跌 然后VIX涨出了一个最高点 然后后面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啊 这应该是五个月吧 五个月都是跌的 然后最后一个月反转 然后熊市结束 然后开启一路不回头的大牛市啊 那我觉得也可以参考一下08年这样的情况啊 跌无可跌的时候 对吧 机会是跌出来的 当跌无可跌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机会就会浮现出来啊 那当然别人在恐慌的时候我们要贪婪 那我觉得市场现在可能短期啊 从一个极度恐慌的一个情绪有所回暖了 所以说你说现在是在一个极度恐慌吗 不是 你说现在是最好的机会吗 不是啊 所以你要抄大底的话啊 可能这个机会还要再等一等 还要再等一等 黄金我个人也不是说多么看跌啊 但我个人觉得系统性熊市的话 黄金就应该逢高做空 这跟系统性熊市的原理是一样的 也是我比较看好美元 继续会有反弹或继续会走强啊 呃 你如果要做多啊 那我觉得黄金也可以参考一下 当时黄金这个是黄金期货啊 对应的话GLD也可以参考一下 GLD当时在08年的时候的表现啊 那其实在07年的时候当时黄金就很强了啊 然后在08年的时候黄金是跌的 你看到跟熊 跟这个熊市啊有关啊 为什么08年黄金不涨呢 对吧 为什么黄金是跌的呢 所以看到黄金跌了 跌到之后09年初啊 也就是说大盘还没有触底的时候 黄金就已经触底了 所以大盘我觉得可能接下来 还会有一两个月的这个至少 或者说这个接下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吧 慢慢去观察 但是黄金可能会比大盘要正早触底啊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所以说黄金啊抄底可能要比大盘可能要更积极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可能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啊 可能还需要有个过程 USO目前的走势符合系统性熊市吗 还是突发性事件 突发性事件引起的系统性熊市啊 这两个东西是并存的 如果想长期持有股票 现在是买入的机会吧 可以分批慢慢的进行 同时也可以考虑卖一些cover call 这也是我们上节课讲到的一些内容 基础的一些期权策略的一些操作 为你的投资组合增加一些 这个收入 这也是我们上节课讲的做些cover call 你现在持有股票 如果说你现在慢慢持有股票的话 软期涨不上去 你可以做一些cover call 会不会很好呢 直接看IB就好了吗 还是参考Delta 都要看 都要看 请问期权理论这个价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每个软件看到的cover call 理论上价格是不一样 对理论价格就要看它的这个参考的这个公式是怎么样 因为期权计算公式有好几个 那现在可能市场上用的比较多的就是black show formula 然后包括black show formula 一些基本的数值不一样的话 出来的理论价格也是不一样 所以每个软件可能看到理论价格不一样 但理论价格更多就只是一个参考 看一看就可以了 看一看就可以了 我觉得买卖期权更多还是要看你对这个品种的看法 对吧 而不是说你看期权链 看这个理论价格 看这个期权现在贵还是高还是怎么样 还是低 就能判断出来接下来怎么买会赚钱 不是的你要对这个品种接下来要有一个影响 一个判断 你要看涨还是看跌还是不看涨不看跌看什么东西 或者根据你的投资组合 这个期权该怎么做 然后你再去考虑期权的价格和期权链上的一些东西 引出下一个问题 当下期权价格怎么确定是贵还是便宜的看IV 对吧 这个是我们前面两节课讲到的那个美国银行会倒闭吗 可能个别的小银行会倒闭吧 大的银行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个次跟08年还是不一样 08年的这是房地产泡沫杠杆 抗杆太强了啊 比方说公司有30倍的杠杆 那房地产如果稍微跌3% 就像我刚刚说的一些杠杆ETF 都认为房地产一直会涨一直会涨一直涨 然后谁知道房产突然跌了一点点 很多公司就爆了对吧 像雷曼兄弟对吧不就爆了吗 杠杆当时是可以达到30倍的杠杆 那稍微跌一点点 那直接就把公司整个市值给搞掉了 那由特斯拉京东还是相对较强的两只股票 尤其京东也是疫情相关的股票 可以关注一下 可以关注一下 三倍做多原油的价格 会跌到零吗 理论上是会跌到零的 这个我刚刚才讲过 所以三倍ETF是我个人不会推荐的 而且我一直也没有推荐大家去做这种ETF 我是强烈反对像这种ETFGASH这种 这种一天最后怎么样 最后就合股合股完之后什么继续跌 继续跌只要他原油价钱不出现大反弹 这些就是继续被耗损继续被跌到 个位数或者说个位数以下 然后再不断合股再跌的这样的一个命运 短期内黄金已经到顶了吗 我觉得黄金可能已经到顶了 系统性的熊市会继续 请问可以进行期权程序化交易 程序化模拟交易 什么叫程序化模拟交易 那Festreet目前还是没有这种自动化交易 或者说这种高频交易的这种模式 程序化这种交易应该是 据我了解这边是不行的 自动化交易程序化交易 模拟交易应该是可以的 这里Festreet可以做模拟交易吗 这边客服帮你回答一下吧 你问一下客服 我印象当中好像Festreet这边没有模拟交易 没有这个paper account 就是不能用纸钱去玩 但是呢好像是有这个模拟演练交易 模拟演练交易 有的 为何股票至少100股才能做cover call 因为相对应的一个期权就是100股 所以这个应该是前面几节课的问题了 前面几节课的问题了 SPR的put要买多久时间的才合适 这个看您觉得时间是要多久时间 我建议一般的话 如果说没有太好的把握的话 一般至少时间 一般没有太好 如果没有太好的把握性 我觉得就不要做了 如果你认为接下来一个月两个月市场会跌 那你留有足够的时间 那我觉得是对你来说有更好的这个迎面 对吧 更好的迎面 VIX还会涨吗 VIX可能还会有两个月的上冲 但是呢也是为市场不断的砸出底部 或者说冲出底部在做准备的 在做准备的 好这边我们今天的内容也足够多了 感谢大家的问题 感谢大家的问题 非常踊跃的问题 这边有二三十个问题 我也是抽了一些觉得这个代表性比较强的 或者说这边刚刚可能是没涉及到的 集体的这个综合的回答了一下 那我们下节课 还是会给大家带来期权的内容的 或者说看看这边的First Trade有什么安排吧 但是我觉得同一时间 每周三肯定大家来这里 希望说能够有一些收获 希望能有些新的启发 哪怕说学到一些新的工具 数据名词 或者说一些新的技巧 结识一下新的朋友 了解一下当下市场的一些情况 只要有任何的收获 我觉得就是好的 每周三同一时间 我们再跟大家相会 好吧 想了解更多信息 可以拨打First Trade的客服专线 电子邮件官方服务 这个微信号 First Trade横线1985 服务环30多年的老牌券商 也是真正意义的免用券商 那我们下周三再见 Until next time Trick Green and stay profitable 拜拜 by bwd6